位于甘肃广河县的红星村幼儿园 由台企捐资60万元建成 2017年投入使用 今年来不断有台商台青 持续来到这里关爱幼儿园的孩子们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孩子们就收到了来自于台商台青 以及两岸媒体的节日礼物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上午红星村幼儿园的孩子们 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来自两岸的媒体工作者 以及台胞和台青 他们向园方捐献了园服食品等 厦门卫士则专门捐赠了 上课了节目优盘 活动现场台青们还带来 投壶竹节玩偶等表演 为孩子们上了一堂 富有闽台特色的公开课 这是我当老师以来 最难忘的一次六一 也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最幸福的 那我们的理念呢 就是园 自信跟大团结 我们来到这边呢就是有园 那有园之后呢 其实我们也不是来捐赠物资 而是呢培养一种 大家对于家乡的情感 所以透过教育之后呢 就更有自信 当天下午 广和县中小学生 北京研学活动 启动仪式在广和中学举行 北京市台办把研学旗帜 交到广和中学学生代表手中 这群来自西部的孩子 将前往首都北京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 感受北大清华最高学府的魅力 广和县已经同全国 其他平均县一道 如期完成了脱贫灾茂的工作 在脱贫攻坚的这个战役中啊 也得到了我们广大台资企业 和台商的热心捐助 今后呢我们广和县 要跟全国一样一道 进行这个乡村振兴的 另外一个战役 也希望我们广大台资企业啊 在这个战役地 为我们广和经济社会发展 多关心持续的关注 据了解 主办方将在广和县孵化园区 举办网红直播带货培训班 向当地青年传授直播带货经验 还将在于中县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 举办直播带货活动 在网上推荐于中县 于广和县的农特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